这几张照片是昨天晚上7点钟拍的 地点是北京的银定桥 北京人说银定桥 那是个旅游的最繁华的地方 北京网红打卡地 去干嘛去吃饭去了 那是个一家老饭馆 打清朝就有的 嘉庆年间就有一个老馆子 菜的味道不错 见了几个爷 吃了一顿饭 听了一顿劝 有人赞成我 有人批评我 有人指教我 那几位爷都是写旧体诗的爷 我有的时候 搜文甲醋在网上写几条 他们说你胡骚呢 打油诗的水平都不够 那几位爷是写旧体诗的 然后指导我 说这个不难呀 说你有嘴滑舌的 你怎么连旧体诗都写不了 你那个打油诗 打油也有打油的规律 总而言之教育了我半天 去那个地方 我是在六号线 然后呢 北海北站下车 下车之后就走 我想骑小黄车 小黄车没有 因为人家是步行街 那个地方是启公先生提的 荷花市场 非常有名 一进门左拐 第一家破子 马维都以前在那卖过 马维都卖瓷器 回来的时候才知道 原来呢 你出来之后呢 往东一拐 那地方地铁八号线 拐弯就是站 所以人呢 枕上来的终结前 决之此事 徐公行 很多事都要实践 昨天晚上去吃饭 过银定桥旧居 清朝有个姓宋的人 写了一首诗 叫古楼西街 后湖弯 银定桥横 西照咸 不禁仓博连太叶 依然情脆 宋摇山 旧时院落松怀 在仙境生黄 岁月弦 白手练师 茶话酒 春风撂翘 木丫环 很应景吗 跟今天 觉不觉得 在这个气韵上 有连贯的 除了这两个弦字 重叠了以外 这首诗写的还真是不错 银定桥 为什么叫银定桥 就是因为行司 所以叫银定 在那桥上 你往西看 能看见西山景色 现在当然不容易看了 现在到处都高楼大厦 银定桥 被侍卫北京城 那看西山 决胜之处 1984年 那地方重建 所以现在银定桥 你看那么完好 那是新建的 当然完好 没多大 特别小 现在那立交桥 大到辉宏 到什么程度了 中国基建狂魔 建的桥 那太多了 但是不是说 你特别的高 特别的大 特别的长 特别的高科技 那你就一定有用 不一定的 这个桥 才12米长 宽7米 高8米 这跟一间房子那么大 多大个桥啊 很小 但是他就那么牛 石头角 南北两边 就这两个海嘛 就两个水泡子 细脖子 那个地方 跨境只有5米 上面有镂空的 榴花蓝板 一共才5块 还有呢 望柱啊 叫翠平卷 花望柱 六根 石沙海这个地方 应该说 鲁迅当年呀 他们 鲁迅逛的那个石沙海 和现在的石沙海 应该说比较接近 算北京传统风貌 保存的比较好 旁边宋庆林 故居啊 公王府啊 火神庙啊 这些地方 因为是旅游中转站 所以每天经过的游客 非常之多 我一般不去 因为那去那个地方 挺费劲 可是那里边 有几家馆子不错 我的几个老朋友 喜欢在那请客 他们住在附近 家里面都有院子 你看 我叫他们爷 他们家在银定桥 附近北海那地方 有院子 牛不牛吧 有一个人说 他们家拆迁 拿很多钱 他不走 不走 留下来 后来呢 保护整体风暴 他们家就没拆 银定桥 那地方也有个胡同 就是我们北京 西城的东北部 北起 后海 南沿 南边到哪 官方胡同 北边 银定桥吗 所以叫银定桥胡同 银定桥 为啥 八四年要重建 不行了 他了 明代的建筑 能活到今天容易吗 银定桥 三个凯体大字 你看那三个字 猜谁写的 那肯定不是今天是写的 肯定是明朝的人写的 不对 是故宫博物院 善水尔老先生写的 八四年重建 这三个字 写的相当好 有一次我问一个人 我说你是假如这地方没有银定桥 这地方是不是有点杀风景 杀风景 如果从来就没有的话 别人也可能想不到 但是因为有银定桥 却是石刹海 点睛之笔 过去鲁班那会儿就能造多孔桥 但是这地方是个单孔石桥 而且那个清白市啊 不是什么名贵的什么汉白玉 就是普通的清白市 很粗糙 但是整体效果非常之好 都说是明代的 你要真追究起来 什么年代的也说不太清楚 那地方有个有条街 叫燕带斜街 非常窄非常细 每家小铺子里面都不过日子 什么意思 就是古楼前面的燕带斜街啊 那他难出口不就是单孔石桥吗 他那个燕带斜街里面卖东西的 没有卖这个柴米油盐的 全都是吃饱了撑的 卖那些小玩意儿 什么东西都有 比我们南楼鼓巷这边呢 显得花样多一点 或者是铺面更小 更精致一些 你到那去划船的时候 那个船夫会跟你讲 北海里划船 人家到银定桥下来跟你讲 我们银定桥下水倒流 还真是的 因为是 这个倒没什么违反物理性规律 因为整个我们北京地形啊 是西北高东南低 所以呢 后海湿叉海的水呢 从西北流向东南方向 银定桥下的水一般 也是由西向东流 过去后海的水 除了银定桥向东流以外 还有一条水道 是从后海西南 沿着柳烟街向南流 然后呢 三座桥东拐 拐哪去 拐石杀海里面去 这个国民政府时期 甚至清朝时期 那个时候 臭得厉害呢 不像个样子 淤泥很深 甚至银定桥东侧的那个淤泥 都高于西侧的湖底 桥下的水 不能不从西倒流向东啊 于是从桥东反流向西 就出现了银定桥下水 倒流的这种特殊的景观 所以水倒流 现在你不大容易看到 现在不是赏荷花的细节 所以看不到荷花 即使看到荷花 这种银定桥的三节之一的 这个荷花之美 也没什么 因为中国现在到处都是荷花 一年四季 反季节生长 什么都有了 所以过去的银定桥 值得标榜的东西少了 但是大家还是喜欢 到那地方去 咱们咱们滋味 只不过呢 到那除了像我们这家老师课之外 剩下多数都是外地的游客 和谈恋爱的男女 好了 银定桥见了几位爷 抒发了一番感慨 我给你汇报到这儿 有人的节目啊 人家是特别深刻的见解 我这个节目就是老婆最欠 随便闲说 银定桥 我去吃人的饭 见了几个爷 也跟您叨鼓叨鼓 爱听就听 不爱听 您就把我咔嚓 感恩了 再见